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在地的港督新闻 我是翁玉文 今天是民国100年的10月17号 在高雄发生哪些重要大事 接下来的30分钟里头 我们要和您一块千万关心 新闻首先带你来看今天有哪些新闻重点 高雄县市合并后市府首度办理资深 特优里长表扬活动120多位里长 齐聚一堂分享基层建设经验 高雄市教育部门直询议员提出多项建言 希望教育局重视学生受教品质提高竞争力 广受年轻人欢迎的亚洲天团五月天 在市运主场馆开唱 市长陈菊前往探班 受上冠军面包当点心 让歌手补充体力 新闻首先要带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 在县市合并之后 高雄市有38个行政区 而里的数量一举扩增到了893个里 也让市府在今天举办的100年度 特优里长继资深里长表扬大会 整个会场是格外的隆重 市长陈菊除了感谢基层里长们的服务 热忱打拼之外呢 也强调已经编练预算 要让县市合并之后 里长的福利高高频 高雄市长陈菊副理长蔡昌达 与民政局长曾滋文 共同按下赞字 象征幸福高都 有礼雄赞 也为今年特优及资深里长表扬大会 拉开序幕 高雄县市合并后 首次举办特优及资深里长表扬 全市38区共有127位优秀里长接受表扬 市长除了亲自与每位获奖的里长合照 颁发奖牌奖金之外 也举杯向全体里长表达感谢 除了感谢之外 面对合并后全市超过800多个里 陈菊强调 不分城市或偏远地区里长 福利绝对做到高高频 高高频 高厢市和高厢官 高厢市11区高厢官27区 要让这些里长问一个并顶 我们市政府增加4亿4千万 这包括里长的文康活动 我们的里长的电脑的设备 减步和福利付出的补助 认定的文康自强活动 交通健保 啊过来商账补助慰问金 一向都不能少 陈菊肯定里长的付出 获奖的里长也鼓掌回应 不过表扬大会中 有几位三民区里长 不满回馈金使用办法变更 干脆穿起抗议背心 场面一度尴尬 但陈菊毫不回避 强调回馈金绝对不夸取使用 会请环保局与区长 继续跟里长沟通 区长是交集人 委员不可以超过15岁 其中有机关的代表 专家学者 不可以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全局大方面队强调一切依法办理 化解这段抗议插取 也让在场的特优与资深里长 领教陈菊市长处理市政的明快态度 港都新闻王四五公如瑶 采访报道 在今天的这一场特优里长 继资深里长表扬大会上 有许多接受表扬的里长 包括是桃园区以及南马夏区的里长们 同样是一大早就从山区赶到 位于都会区的表扬会场上 一块来共襄盛举 提到接受这样的荣耀 有很多的里长是把这份荣誉 归功于里内的志工 而其中来自88灾区的里长就提到 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仍然是交通和产业发展 放下平日繁琐公务 获奖的资深与特优里长 齐聚一堂在台下欣赏表演节目 舞蹈内容精彩绝伦 对于里长来说平日为里民忙碌奔走 这一刻真是偷得福日半日闲 特别是远在偏远山区的里长 每逢刮风下雨肩上扛起的责任宛如千斤重 像88水灾那时候 什么短信都没有 有时候苦就是苦 我们还是以里民来服务 另外像这位88风灾中 协助里民顺利脱困的孔里长 认为偏远山区目前最需要的 就是改善交通和加快产业发展脚步 我们也期待了政府 说尽快地把我们这个道路的建设 给它做好 部分的产业 比如说文化的产业 心灵的重建 还有我们农断产品的附建 这些等等都比较进度是比较慢 原乡地区的里长 时时刻刻挂面 里民生命财产安全 也有里长将荣耀归功于 志工的无私付出 我们社区有志工 北洋里长这边来到经营 我们也感谢我们这志工 不然就没有经营你的心情 因为我在里面 本身也没有很多 也没有外交通心也没有公平 所以就借由志工的手 来共同营赠 大高雄上百位里长 从海边山区四面八方赶来 与陈菊市长合照接受表扬 对于他们来说 获奖不只是肯定而已 如何提升里内建设 分享经验心得 才是对里民的最佳回馈 港都新闻王思武公如瑶 采访报导 把焦点转到市议会当中 今天在议会进行的是 教育部门的业务质询 而许多的议员发言 也是相当的踊跃 大家关心的是 究竟在县市合并之后 教育能不能够高高评 针对高雄市七贤国中签校到美术馆附近 设立龙美新校区后 学校的命名是否能结合社区意见 市议员李乔如要求教育局能提出具体时间表 所以社区希望说我的学校好名 和我的电影社区有一个连结 所以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美术馆园区 可是没有人知道 隆美国中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叫做隆美国中 然后你叫他一个七贤分校 他们也很觉得奇怪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 所以我们愿意 愿意由学校来发动 我尊重 我尊重 OK 好 那你们局长你认为要多少的时间 这个任务才有办法完成 我想应该半年到一年之间 我想可能也不用到一年 关心市府财政状况 市议员肖永达要求各单位 能将预算编列落实执行在刀口上 避免债留子孙 议会应该先确认什么 先确认呢 今年的举债流量是多少 那以我个人的建议 今年的举债流量呢 应该从14.88接近15%降成10% 明年5% 后年0 换句要说呢 第一届市议会应该完成什么呢 高雄市财政收支平衡 才会对后代子孙有交代 各局处预算都编不出来的话 就先自删10% 然后还是编不出来再删 所以我们其实都已经 各局处我想都已经都这样做过了 那如果再继续删下去的话 那我不晓得 这个有一些预算的话 没有 有一些业务方面的话 会不会影响 这个我不知道 那这个的话呢 我想还可以再继续讨论 关心教育品质 从小处看问题 市议员童彦珍拿出一份密密麻麻的考卷 以及一题国小六年级的试题 当场给官员考试 希望教育局重视学校的教学方式 避免让孩子变成公式化学习 应该要针对这些考题 要多做一些思考 是否适合孩子 然后多启发孩子的创造思考的能力 我想这个方向 应该是从国小一年级就开始了 甚至幼稚园 他当然是看不懂那么多的字 可是在创造的部分 思考的方向 教学方式不能僵化 学校的都有 各领域都有教学研究会 他们应该 教学研究会有各个老师组成的 他们应该可以去做检讨 老师是在学校影响学生学习最重要的人 但是有一项民调却发现 目前有超过四成以上的老师心情不快乐 市议员陈信于呼吁教育局 重视老师的心理状况 家长的部分 以及他的行政工作过于繁重 这个是造成老师主要非常不快乐的来源 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人力不足 这个是每个局处都存在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 温温温来将这些报告 评鉴这些工作 可以简化 因为最近包括幼托整合 很多的托儿所幼稚园 你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视察两次三次了 每一次去他们都鸡飞狗跳 那的话问题就是说 学校的老师在做这个 他的一些教学的资料 的一个上传这一部分的话 有些老师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 所以我们担心 现在马上就这样做的话 对老师反而会更 又更造成尤其是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老师 对他来讲是又造成一个压力 大高雄县市合并后 如何缩短城乡差距 落实教学环境高高频 相关教育议题成为焦点 议员踊跃提出建言 无疑是希望教育局规划妥善的教育政策 让孩子的学习更有竞争力 港都新闻黄澜君刘俱善采访报导 继续来关心的是 在10月的15号高雄市运主场馆 有一场嘻里啪啪兔的活动 是由五月天等知名乐团来接力开唱 吸引的是超过4万名的粉丝前往同欢 而在这一场演唱会开唱之前呢 高雄市场成局也特别带了 冠军面包师傅的面包前往探班 由摇滚天团五月天李宗盛领军 干七个知名乐团南下高雄 在市运主场馆大开嘻里啪啪二摇滚演唱会 趁着开唱前市场成局特地来探班 送上冠军面包师傅吴宝春及吴子敬的得意作品 让歌手大快夺移补充体力 在高雄展开连续七个半小时的马拉松式摇滚派对 乐团歌手和陈局市长相见观 由于演唱会主打高招上万歌迷穿人字托 恭敬世运主场馆 陈局甚至当场承诺 只要人数破六万 自己也要穿上人字托 一起同乐 高雄市政府支持着流行音乐 身为高雄市全球代言人的五月天也相当尽责 表示要用一连串好歌回馈 把歌迷统统留在高雄 算是帮忙拼观光 可是把陈市长揍得好了